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在每一个世界里头 都有岁末 都有年岁的初始 其实它都是相同的一天 为什么叫岁末 为什么古人会把它称之为初始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隔一段时间 都需要让自己沉淀下来 就像圣言法师所说的 我们要面对它 我们要处理它 我们要放下它 所以岁末的时候 葬钟 钟声 是人和天 人和地 在天地之间 几乎可以传得最远的乐器 这个乐器 是一种朗读 朗读人和天和地的关系 天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是生长在大地里头的一个物种 一旦诞生出来 就会有圣经 也会有秘境 翻开人类的历史 几百年下来 在所有大历史里头的每一个个人 都是在这个大历史里头被安排的一个角色 你不可能永远神经 你当然也不会永远都是逆境 华福山让很多人到我们的道场 无论是水月道场也好 无论是阅读经道经也好 在前面跪下来 那个片刻 逆境突然变成智慧 圣经也不会得意 在逆境与圣灵的转换当中 我们用着平常心 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祝福所有的人 不是祝福你圣经 也不是祝福你克服逆境 而是经常让大家可以静心 在心静下来的时刻 他落了底 面对处理 放下 岁末 再开始 祝所有的人 平平安安 度过这个岁末 以及迎来新的一年 祝福这个天 和地 带来的灾害 有一天 我们人类会有智慧 可以克服 在终生当中 我们传出去给天 传出去给地 希望他们听见我们的忏悔 听见人类最后最起码的智慧 谢谢所有法国山的朋友 我是陈文茜 感激 请不吝点赞